女星的各种造型最能体现颜值的就是民国时期的风格 有些复古的气质 颜值不高的人很难驾驭 我觉得民国时期的双麻花便就是这样的风格 这个造型对年龄长相都有要求 我觉得赵丽颖的麻花便好好看 圆圆脸型衬托甜美和可爱 但是赵丽颖这个是比较现代风格 实话实说 董洁民国时期的麻花便真的是我心中的女神 因为在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 真的很多人心中了白月光 就像盛开的百合花轻轻脱俗 他称 第二就没有人称第一吧 陈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万人迷 一双笑眼让他在万人迷的气质上多了几分甜美 没有想到他的民国麻花便风格也很美 如果说董洁的冷清秋像一朵百合花 陈好就像一朵玫瑰花 娇艳夺目 赵雅芝无疑是父母那一辈以至于8090的女神 她的白娘子是不可超越的经典 但是她演白娘子的时候已经年过30岁 小时候听我妈妈说 她最漂亮的时候是冯澄澄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白娘子的造型最美 不过民国麻花便风格也很美 毕竟五官摆在那里 在娱乐圈数一数二的 说起赵雅芝的冯澄澄 不得不提孙丽的冯澄澄 发冯澄澄的造型很美 刘亦菲很少这种民国麻花便 但是刘亦菲的气质和颜值都很高 这种风格可以驾驭的了 金粉世家的白秀珠更是惊艳时光 或许她也是那个很多人心目中的白月光 杨子的民国麻花便造型真的让我觉得意外 因为从家有儿女中观众是看着杨子长大 给人的感觉就是邻家女孩的气质 虽然杨子在娱乐圈的长相不是很出众 杨幂一直都是360度无死角 虽然不是双麻花便 但是杨幂民国装扮真的很不错 袁永宜给人一种大女主的感觉 这个恐怕是袁永宜为数不多的造型 主要是袁永宜眼睛很有特色 很大宽眼皮 而且她的性格也很好爽 这个造型有些不太合适 大家觉得是谁最美呢 欢迎关注评论